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英姐 今天我決定帶大家離開蘇尼喉 來到這裏 Birmingham Town Center 即是百明巷市中心 周圍逛逛 周圍購物 看看這裏百明巷市中心有些甚麼 Let's go 首先會帶大家看一下百明巷市中心的New Street Station 這是百明巷市中心的火車站 它的設計都很新穎 主要是聯繫了其他城市 所以如果大家要由百明巷去英國其他城市旅行 就會來到這個火車站搭車 外面這條街就是High Street 它就好像中環的皇后大道中一樣 說回我們決定由香港過來英國的時候 我們選址都用了很多時間去做一個research 最後我就決定了來百明巷這個地方 為甚麼呢 其實當初我也有考慮過London或者Manchester 不過London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大都會中心 就好像香港那樣 其實我也工作了那麼久 所以我也有想過 不如考慮一下改變一下人生 選擇一些輕鬆一點的生活 想多些時間陪在家人 陪在小肥肥 所以我就不考慮去London了 所以我就不考慮去London了 Manchester 它因為就是比較一個工業區 我考慮到可能找工作 未必那麼容易 所以最後我都是選擇了百明巷 百明巷的人口 在2019年大概有114萬左右 就是全英國第二大的城市 距離Central London有100公里 那麼遠的 那麼如果你開車的話 由市中心百明巷 去到London的Central 大概就要兩個半小時到三個小時 如果你坐火車的話 大概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不過現在已經在建一個高鐵了 高鐵由2016年開始建 那麼預計2026年就會通車 由百明巷市中心去到London 大概都只需要49分鐘而已 在18世紀的時候 百明巷是很出名的製造業的 全個百明巷的total area 就是有267平方千米 那麼有很多人都會說 百明巷的治安不太好 那麼我就做了一些research 發現大部分的罪案 都是一些叫vehicle crime 就是一些汽車的罪案 佔全個百明巷的罪案率是10%的 即是說最多都會有一些偷車 盜竊或者是車輛破壞的罪案比較多 那麼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選擇城市的時候 都要看回就算它有很多罪案 你都要看回它的罪案率 主要集中在哪些罪案的 而且我研究過百明巷有五間university大學 他們就包括Aston University Be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ermingham University Bermingham University Newman Rood University 以及University College Birmingham 我都考慮到小肥肥第一 要讀大學的時候 他都會有很多選擇 百明巷的市中心 除了有很多shopping center shopping mall 給大家盡情購物之外 這裏也是很繁榮的商業市區 在我背後就有很多其他銀行 例如本地銀行 Loyce Bank 匯豐銀行 以及TSB 他們的總部都設在 Bermingham市中心 如果香港人來到這裏 想做一些白領的工作 都會來到這區上班 給大家多一點資料 匯豐銀行其實在2018年 在百明巷開了一個Head Office 他們都請了2500個員工 另外Loyce Bank 就有3200多個員工 Wild Bank of Scotland 都有2000個員工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除了銀行之外 這裏有幾間 帳戶公司都很有名 包括我們很熟悉的 PWC Deloy EY 以及KPMG 當然有一些本地帳戶公司 都在請人 所以大家不需要特別擔心 找不到一些工作 來到市中心 我到處看看 看到也有很多食肆 例如一些越南餐廳 大家熟悉的Pizza Heart 或者其他國家的食物都有 當然 這裏英國本土的英式餐廳 都有很多選擇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來到這裏沒有好東西吃 在這裡 都說到 很高的地方 鞋子 在這裡 一切 那些遠章 都說到 沒有錯 都是 那些對 都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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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大家更多關於百明漢的資料 其實百明漢是很有名的汽車工業 積架和MG Rover也有廠 Rose Royce 在這裏也很有名 也請了很多員工 另外Sandsbury National Express Headquarters 都在百明漢有辦公室 所以我考慮到這些就業的因素 我都會選擇百明漢 不過大家都知道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來到百明漢市中心 其實都見到一些商鋪和食肆 是沒有開門的 所以在這段期間 可能大家都要忍耐一下 找工作的話 都需要預算長一點的時間 說回我從蘇利豪過來百明漢市中心 除了可以乘巴士和火車之外 我自己開車就需要大約半小時左右 百明漢市中心也有一個輕貼服務 它在1999年通車 但它暫時只有一個線 它是在西北面 Wolfenhampton 去到Edge Basten 中間有28個站 其實這個輕鐵由1999年開車之後 它2015年到2019年 都在擴展其他站 預計稍後還會有車 去到百明漢的機場 這裏就是百明漢市中心商業區 的Victoria Square 我帶大家到處走 這裏的建築物都挺漂亮的 其實剛才提到的資料 都是我個人的選擇 如果你決定來英國 要去哪裏下腳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做多些資料搜集才好決定 謝謝大家收看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